另外謝榮介在2月17號 這個三子聯合造勢之後的 網路聲量是有大幅度的提高 搭著寒流往上提高 這個對於你真的有實質的幫助嗎 有 但是好像又沒有 就是很多的朋友 大家說我都去 結果問起來 大概那天我去現場 大概30%是在地人 有投票款的30-40%而已 5-60%是外地用金 但是外地來的就像我 他們就說你才會說這樣 你以前風山 旗山跟公山 也是都外地去的 最好為什麼投票出來 就是說那個烈情 所以我有一個無感 這班的投票率 順利是在投票率 所以如果是網路大家在情來關注 投票率會出來 我剛才有很多年輕人 他是在北部 我說你怎麼回到投票 他說我一定回去幫你投 我如果沒有投 我會卡一個幫你投 就是說他如果沒有回來 他會叫一個出來投 這樣幫忙優平 所以就是網路的世界 剛才高雄在說 很多是不可思議的 其實我也是這兩三年 我最早在網路上頭 你怎麼知道多少人給我開 那個年輕人給我開 所以我有時候提亮說 所謂的彰化 尤其是網路年輕人在說的 彈音的叉叉跟那個 對他們來說是一種 無言的前奏利益 我要表達一句話的意思 頭前一句話 發語字 對 所以說這是在無言上 他並不是惡意的 你說柯P會常常這樣子 是因為他跟網友常常在互動 不可能 因為我第一次 我過過一個網友就是 我自那次過了沒有 因為那是一個年輕人 在網路我不知道你幾歲 統一師 統一師邀請我去開球 結果某一代的主持人說 什麼會 謝龍介也能開球 後來 他就在下面留言說 找主頭來開球 說我是座頭來開球 我給他做 我為什麼給他做 因為職棒在我們台灣 這個職業要求 發展很困難 大家就是想真辦法 那一天是在台南統一開場 就是用在地 阿公賀樂圍打壓球 他說這樣後 檢察官他丟 丟了後 我以前說他是一個年輕人 去沒有那個本意 他不是真的 阿公你這樣就影響 影響到我沒關係 你的影響到壓求求團的經驗 哪有一個求團 人家叫做頭來開球 你這樣不但想到我 又想到整個幫求的發展 因為年輕人他臨車 所以臨車最好就何概 我就算了 所以很多年輕人 他是尖對我們 但他不是說 你不是說 你怎麼說我是座頭 所以在網路上我們了解說 他發現有人是隨性的 太夠了 說不夠了 所以慢慢開始我們下去 我也透過這個思考 去了解說 原來年輕人 他現在比較沒有在 社交的環境接觸 在網路上 他是用這樣 表達他的感情 你怎麼可以了解他 你就怎麼可以接觸 所以我的網路 我沒有很客氣去經營 但是很多朋友來看我的影響 他在學習我們的 語言的文化的過程中 說我難聽 南部的政家 你那些事業的作農 我說 大家也敢敢叫 都在那撤三日間 他的撤 但是他的撤不是 奧他的撤 你很久沒看 我們這個今天有很多 嗶嗶嗶嗶嗶嗶 後製要做 你這記錄 他是幫你 跟我講 誒 這記錄 鄉 給你 感谢观看